赤星巅峰记录中央山脉大纵走越野挑战 是穿越不同天后地形在野外进行的极限运动 挑战计划由人称山顶狼的越野跑者古明镇发起 邀请越野一哥周青加入 两人前后共翻越40座百越 全长322公里 创下8天16小时54分钟完赛 缔造中央山脉纵走追溯记录 我觉得中央山脉很美 我们常常说它是护国神山 但我们其实对这座山的完整性是很陌生的 非常陌生 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只知道它叫做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有60座的山 它是有名字的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念出它的名字 甚至也以为它是国外的山名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对我来说 透过中央山脉把全部的 它们的脸 它们的容颜 然后它们的名字在电影里面大量的呈现 对我来说在地理或历史上 其实它充满教育意义的 大部分台湾的生态影片 都是结合林物局或国家公园 这样的系统来介绍 非常非常好 也得到很多国际影展 但是从人的努力 跟山的登山结合 这种比较极限的故事 是的确比较少 我希望的确它可以跟这个世界 更多的对话 卢大哥压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谁也不敢保证说是一路平安 片中不仅有古明镇与周青 正式挑战时的跟拍记录 也有他们训练及场刊的画面 以及两位跑者险些醉癌 溺水等惊险过程 相差30岁的两人 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也发生剧烈争吵 最终一同完成这项艰难的挑战 前面就是嫌爱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 我们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一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冲突还蛮多的 应该是说 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那每个人的选择 还有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那古大哥他是按照他的经验 经验谈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按照目前的科技 我的手机 有的轨迹往这边走 但是他的经验是 告诉他往那边走 所以我们在面对 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那个当下是很痛苦的 那个就像是 全身赤裸的走向极地 你不停的颤抖 但是你没有任何一刻 可以停留下来 那你停留下来 就是争吵 然后再争执 所以这有时候 是需要去磨合的 学下坡的那个能力 也要很重要 它不代表是你失败 而是一个处境而已 我们人常常会在高山 跟低谷间回档 我们不见得一直在高峰 所以教育里面教我们 一直上高峰 教我们练习高峰的技巧 其实我们要练习 下坡的技巧 我们才有办法在能力上一个峰 中央山脉的故事 刺青天峰不是叫我们 只爬一座山 它是连峰式的爬山 所以它一定是上上下下一直爬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教育的意义 然后也其实也满底力人心的 任何企业也好 或者是自己来对应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对照才对 镜头捕捉了台湾屋脊的绵延山巒 串起中央山脉的面貌 呈现人与山之间的紧密情谊 导演杨首逸表示 一直都很想拍摄以中央山脉为主角的纪录片 非常幸运地遇见古明镇与周青 透过他们的越野精神 带观众一同感受台湾山林 最扣人心弦的感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